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有一個新的望遠鏡王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這裡介紹一下? 我們以前在他發射的時候有介紹過 但是那個人給的資訊不多 因為你剛剛發射 他拍到什麼出來就不知道 那個望遠鏡叫什麼呢? 就由歐洲太空總署去發射一個叫做歐基里德望遠鏡 Euclid 整個望遠鏡的名字就叫Euclid 他就剛剛在這個星期就發送了第一批 其實他一直有發送的 應該就是說 但是那個歐洲太空總署就是剛剛這個星期 就公佈他第一批拍到回來的宇宙影像 那就是台長你現在展示到的這一堆這樣的影像 就叫做初步給我們看到 這個Euclid 天文望遠鏡第一批的數據 還有我們展望他未來可以幫我們做些什麼 所以我也覺得值得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Euclid 望遠鏡它那個主要的功能 還有跟一些現有 譬如像James Webb 望遠鏡去做個比較 你現在說的是在看我們整個銀行系還是整個宇宙 全方位的了 你通常看到這樣的橢圓形的東西 就有一點像世界地圖那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宇宙的地圖 它就跟你去360度全方位望下 由天空不同部份下來的那些光是怎麼樣的 那你會發覺它比出來是一個全方位的影像 它不是特別量度某種的頻譜的 它是量度這個可見光加上這個紅外光這樣去量度的 然後就全天候量度這個這樣的訊號 就是我會說 我們先前是沒有試過去拿這種數據的 就是這裡有些東西可以解釋一下 比如你說哈勃望遠鏡 還有現在運行的那個James Webb 望遠鏡 它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它就集中去幫你去很瞄準地去拍一些很光的東西 或者是很瞄準地幫你去拍一些 人家覺得很暗但是你都還覺得很光的東西 那它就比較厲害的 就是它是尋找一些很暗淡的光源 然後就是那個James Webb 望遠鏡 它也都是有這個紅外線頻譜 去看紅外線一些比較暗淡溫度低的東西 它都跟你拍下來的 那麼現在這個Yukrit呢 那麼很難 就是你不能說把它直接地去比較 哪個厲害的哪個差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說 說那個看東西的那個解像度呢 這個Yukrit是比較差一點的 而如果說你那個服役可以運行的年期呢 這個Yukrit也是比較差一點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這個Yukrit就是整體上比較差一點呢 又不是 我會說各有所長 剛剛都說了 James Webb 望遠鏡呢 它就可以幫你把天空上面 很多已經發光的東西給你拍得更加清楚 或者以前以為沒有的東西 就跟你去用那個紅外線幫它現形拍出來 就一些更加暗的星體 主要是一些發光體的東西 它會跟你去抓到 所以你會聽到有時候 那個James Webb 望遠鏡呢 不是只是拍遠的東西 它是幫你把一些很近的東西給你拍得很清楚 拍到它甚至乎裡面的大氣成份 都可以給你去拍下來 好了 到這個Yukrit的望遠鏡 但是它發射上去 送個數據下來 有什麼獨特的價值呢 就是它拍的廣角程度特別厲害 就是說 如果你要由James Webb 幫你去做到這個Yukrit任務的東西 就是有排數 因為它一次聚焦那個景深 應該是整個拍的範圍不夠大 就是它本身James Webb 望遠鏡設計起來 不是讓你去慢慢地去逐一忽 去慢慢地掃雲全個天空的 是針對某一部分去拍攝 然後就會在一個很窄的範圍很精準 但是如果對於Yukrit來講 它拍攝大範圍的能力就會效率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想 將它做一個叫全天候式的一個拍攝 用這個Yukrit的望遠鏡就更加好了 它可以比起James Webb在更短的時間之內 就跟你掃雲全天空 雖然它的解像度沒有James Webb那麼好 但是它拍整體的東西拍得快 所以如果你做那門的研究 是專門做一些叫做宇宙大赤道 這些全方位分析的話 那由Yukrit給出來的數據就是獨特了 那這幅圖我們怎麼去全色 怎麼去看呢? 譬如這些顏色不同 怎麼去看呢? 其實是這樣的 這些顏色是染上去的 因為它都要看紅外線光譜的 那很多時候你看到那些比較藍一些白一些的位置 你就當它是光一些的位置 那個信號強一些的位置 然後其它位置你就像是暗一些這樣的位置 其實如果你問我 過往我在一些什麼其它研究裡看過類似形狀的圖呢? 就是在一些叫做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那裡 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圖的 但是又不可以說它們兩個完全一樣 我講的這類的圖就是它們的形狀 都是這樣喜歡用的橢圓形 就像世界地圖那樣伴出來的 因為它們都是把360度全天候的光線 將它塞下來這個橢圓形那裡 那麼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顧名思義呢 它拍的波段是微波 但是現在Yuclid去拍的那些 是這個近紅外線和可見光 而且還要是全天候 多角度 於是乎就是說 以這一種頻譜 這種廣角拍攝 它是第一次給了來的 其實這樣說 我想它這裡給出來的數據 還不是最完整的 因為現在它暫時掃到那個天空 它第一期的數據就是掃到一部分 所以我這裡看到它給出來的這些圖 它應該暫時給了一部分數據出來的 未來那幾個月至一年的時間 你就看到它應該有一步就要公佈 它將全天空的數據一次掃過了 就已經做出來了 到那時候有什麼事情可以發生呢? 就是你可以透過分析這個全天候的數據 去找更多這個宇宙行為的參數 其中有一個東西就是Euclid比較 可以給到好的數據來幫我們去分析 就是說 這個宇宙裡面 對於它那些叫做暗物質暗能量的演化 是可以是 有沒有一個比較精準一些的測量 就是甚至乎它現在就是這樣說的 它就嘗試比較一下 一個比較近我們的範圍的宇宙 和一個比較遠我們的範圍的宇宙 它的星系統計 它的空間分佈那裡 會有什麼的變化? 從那裡我們知道 裡面的空間的演化程度是快還是慢 或者打個這樣的比喻 可能我用一個叫做 比如說吹蕃茄舖的比喻 OK 那些蕃茄舖一直這樣去 就是吹了很多個舖出來 OK 它隨著在周圍的環境一路擴散 當然如果我們是由一個影片去看 我們知道它一路怎樣慢慢擴散出去 我們透過度一下一個蕃茄舖和另一個蕃茄舖之間去跌跌 做一個統計 我們就大約知道它整個擴散的走勢是怎麼樣 OK 現在我們對宇宙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宇宙呢 你很難拍到一個影片的了 因為宇宙的演發實在太慢 宇宙年齡很長很長 你就不會真的放一個錄影帶在這裡 我們想錄一億年的數據 沒有可能的 我們人類歷史都沒有一億年那麼多 但是宇宙本身有一個特性就是什麼呢 近我們的宇宙呢 光也是比較近期的光來的 遠我們的宇宙呢 它的光是用長一點時間才來到我那裡的 所以它是對應遠一點時期的宇宙 所以對於宇宙來說 它的影片 那個近時期年輕一點的宇宙 就是遠一點的宇宙 近一點的宇宙就是年輕一點的那裡的 所以我們透過去將這個Yukrit 集中去看一下一些比較遠的影像 和一些比較近的影像的時候 不小心我們就可以找到宇宙 遠一點和近一點的時候 那些狀態的分別 然後你再做一個統計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比較精準一點的數據 告訴你 如果中間是有暗物質有暗能量 它在宇宙年齡那麼長的時間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變化呢 那其實現在就有很多這些天文宇宙學家 就嘗試已經提出了很多的前期的研究 就告訴你 只要我們有了這個Yukrit的數據 我在我這邊已經有一個運算準備好 就拿來去探索這個宇宙暗能量 暗物質如何演化的一個計算模型 已經擺在那裡了 那就等你數據出而已 那現在重複圖呢 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訊息 暫時就不像像James Webb那樣 說到這麼多東西的了 大家又記得呢 當James Webb發射了之後 給出來第一個數據 起碼就是說 就算我們不用任何儀器分析 不用任何人工智能 用眼睛去看呢 都知道拍到很多重力透鏡的現象 因為它真的給了一個很真實的星體 和星系的影像出來給你 但是在這個Yukrit的分析 第一 它解像度沒有那麼高 第二 去看的東西是比較大尺度的東西 如果你想看一個很小範圍的東西 那些重力透鏡的現象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現在在這麼大的尺度裡面去看呢 你用一隻眼看 你看不出什麼的 其實 你就看到最光的那些位 就是一些對應是銀河的那個位 然後就有很多其他不是來自銀河的 那些這樣的訊息 就是在其他的背景那裡 那大致就是這樣的 真真正正的你要拿到那些數據 你是要將它的數據拿出來之後 做很多其他的統計分析的 所以現在就 你說我可不可以從眼睛那裡看到 嘩那些銀河的質量 沒有得這麼看的 就是在這些圖那裡 說明銀河的質量 但是我想大家是不是不要理解 這個是一個宇宙的幾何圖 幾何的形狀呢 就是只不過是我們用人的方式 去將它的資訊擺在一個 橢圓形的物體裡面 或者這麼說 你可以用世界地圖來做比喻 你知道實際上地球有一個圓形 一個球 但是有時候我們為了展示的世界地圖 就特意將它拉成一個桌圓形的形狀去看的 是不是 那現在這個桌圓形其實就是 我們看出去整個宇宙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天球 OK 我們無論向哪個方向都看到 宇宙星空 你就知道好像外面有一層 好像一個圓形的空間去包圍著我們這樣 我們就是現在將這個 我們向四方半面看到那個天球的影像 就將它叫做 圓形的一個這樣的橢圓形的 一個這樣的宇宙地圖那裡去看 嗯 那這個歐紀里德或者這個這樣的望遠鏡呢 它是一個太空的船 還是一個真正的 就是擺某個地方的望遠鏡呢 它是擺太空的望遠鏡來的 那就是和這個James Webb是一樣的 它就擺在那個地球環繞著太陽某個軌道 就是軌道上某個位置那裡去做一個穩定的觀測 就是它需要那個觀測宇宙的客觀條件呢 就和James Webb是相似的 就是盡量避免太陽光的干擾 最好就躲在這個地球陰影那裡背著 用這個地球幫你遮蓋太陽 然後就向著宇宙最黑的那些 背向太陽的方向來去拍攝 嗯 那它是不是好像一路移動那個鏡頭 好像掃描整個的宇宙 是的 是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掃描 它那個運作是為期幾年這樣計算的 它拿了這些數據就完成任務了 不像那個James Webb那樣 James Webb其實在說 被James Webb下一代望遠鏡已經在設計著了 已經準備丟上去了 因為現在就算講James Webb 設計壽命都是十年或者十多年而已 先前那個Hardboard就是都沒有想過這麼久的 不過看到它一路用得就繼續用了 還有以九十年代的技術呢 你設計到一個望遠鏡 你希望它耐用一些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射個漂亮的上去 但是現在呢 科技真的變得很快 我們已經很清楚 很快下一代的技術 是怎樣可以再擺一些東西耐用一些 漂亮一些 拍攝得好一些 又用電少一些的那些 是有了在那裡的 所以已經比起James Webb的望遠鏡 更新一代的望遠鏡 已經是有一個基本技術準備好 還有也都是再準備多 可能三十五年又射多一個上去的 那你估計下一代的望遠鏡會看什麼 會怎麼看呢? 這樣的 現在都已經有齊了想看的 就是要怎樣看的 你是要局部地精準解像度高 還是你要去拍攝很闊的東西 就是等於你可以用相機的方法去想 那你沒得問下一代攝影技術是怎樣玩的 問題是你要研究什麼東西 如果你說是想再要拍攝一些東西去清晰一些 你就把你的CCD做得再精準一些 但是如果你要拍攝那個全方位的 甚至乎是可能一個望遠鏡裡面 有齊了多光譜的那種功能的 那會不會更加好呢? 你變成可以寫一塊東西 已經滿足更加多的願望 就是可以一個叫做更加多功能的走向是可以發生的 那這些你就要追蹤現在我們那些感光元件的能力了 你可不可以做到一個元件 那個精準程度越來越高呢 你可以期待再以後一兩代的望遠鏡就是 它一次過收集出來的光的頻譜信號 就是對於每一種光的敏感度都可以很高 OK?但是如果你說能夠 可不可以同時一個望遠鏡 既是又看得精準 然後又可以掃全天空掃得快呢 就比較難滿足些 簡單來說就要分工啦 你要望遠就望遠 你要望近就望近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下一節應該是科學回憶